歡迎收看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大家好 我是陳明君 今天這個時間點 這個我們知道 二無戰爭有沒有機會露出曙光了 因為普丁跟習近平兩個人見面了 可能會討論包含了 台灣跟烏克蘭議題 好 這個禮拜包含了散裝跟農糧 已經就蠢蠢欲動 這股價壓不住了 連鋼鐵股都受惠中國的保交樓政策 好多的鋼鐵股 地產股是破底翻 電子股現在受到台幣貶值的壓力 有一點點預證乏力 難道傳產股的春天要來了嗎 今天的資金變化 有一點點在做大換股了 怎麼樣來操作這個 掌握這個節奏呢 馬上來歡迎第二階段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財經所助理教授朱岳中 朱老師好 大家好 萬寶頭部總監蔡明璋 蔡總好 大家好 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承諺 陳彥好 大家好 好 我想先請問蔡總最新的訊息 趕快幫大家來掌握 最近幾天其實從上週 歐洲股市開始質問之後 就發現可能俄烏的戰爭 有露出曙光的機率了 克里姆林宮宣布了 普丁跟習近平今天會面要談什麼呢 談烏克蘭 還要談台灣的議題 可是這個栗戰書 挺惡言論 居然被普丁出賣公開了 專家說 俄羅斯想讓習近平成為世界公敵 但是最近農糧股跟這個 相關的戰爭概念股 表現還不錯 尤其是肥料跟散裝 為什麼呢 包含了大陸丁爛尾樓 保交樓先強制復工潮 鋼鐵股 地產股都破底翻了 我想問一下蔡總 烏惡戰爭有沒有機會露出曙光 從農糧股大漲 鋼鐵股大漲 散裝大漲 難道說這傳產股 第四季的春天有機會來臨嗎 今天大盤其實是非常平淡的 但是請看一下包括了肥料 還有散裝的個股 成為盤面的一個焦點 為什麼 習近平陷入了內外的困境 但是以他強人的個性 必然有所大動作 大家認為這兩個族群會受惠 那今天在烏茲別克 普丁跟習近平會面 那習普會其實已經無數次了 但這一次有人說普丁很急 急以要見習近平 而且之前克林姆林宮 已經放消息出來說 這一次的這個習普會的話 大概談論的焦點 烏克蘭 我們這個可以理解 然後呢 居然台灣問題 我們台灣關俄羅斯什麼事情 我們並不是很貿易很密切的國家 原來普丁就是要挺習近平 好 我就講台灣的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 因為俄烏戰爭之後 這個俄羅斯被西方嚴厲的經濟制裁 對 所以他現在需要更多的 跟中國加強貿易 而且跟中國進口的一些技術進來 來彌補這個被制裁的一個空白 甚至他們這個俄羅斯說 好 來 我現在用天然氣當一個什麼 武器 對 當一個誘因吸引中國 今年前五個月 俄羅斯對大陸的出口猛增了50% 來到408億美金 其中賣最多的 就俄羅斯賣到中國最多的 就天然氣跟原油 那中國的話 現在有四成的煤炭 都是從俄羅斯進來的 那去年同期三成 所以增加的那個佔比非常的大 但是現在為什麼說 這個是對外的部分習近平的困境 你敢講嗎 你在現在這個國際的輿論之下 你可以說 我就支持你普丁 侵略了這個烏克蘭 你敢講嗎 你不敢講 因為你講了以後 美國一定會制裁中國 那後來甚至歐洲 其他國家都來制裁 你看栗戰書 栗戰書就中國第三大的人物 他就是人委會 人大的委員長 他是中國的這個最高層 在俄烏戰爭之後 第一個訪問俄羅斯 本來在這個場合裡面 他就代表中國的領導 他就說 意思說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普丁 但沒想到這一段的影片 居然就被俄羅斯給丟出來 對不對 丟出來 所以今天這個習部會還沒有召開 這個其實答案就很清楚 中國還是支持俄羅斯 在俄烏戰爭的一個情況 但是現在習近平 在內部的部分的困境更麻煩 我們知道下個月就還一個月 10月16對大陸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就二十大 習近平第三個任期就展開了 但是他現在面對內部當中的時候 最大的經濟就房地產的爛尾樓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出手 我們看這一個統計 鄭州 鄭州就是一二線的城市當中 爛尾樓的面積最多的有四百四十萬平方公尺 我們沒有什麼概念 我把它換算成我們比較認識的平 一百三十萬平 那很大 很大 很大 你知道這個爛尾樓 其實中國很多民眾 努力存錢 然後就是這個戶的守護 然後去貸款買了一套房 現在居然是爛尾樓 所以這個民怨很高 而且也影響競技 現在鄭州居然 政府下達了一個命令 大干三十天 三十天之內 你全部 全市的這個停工的樓盤 都給我前面的護工 居然有這樣 政府還下命令叫你護工 還不是 山西的太原 像四十一家的這個房地產的公司 花出了敦促開工的通知書 政府要這些建商趕快復工 那我們看企業的部分 現在全球房地產 負債比例最高都很大 那喜家印已經誇下海口說 大概到九月底 恆大所有的項目全部的復工 他現在有706個投資的項目 已經復工 有668個還沒有復工38個 所以要全面的復工 那中央政府的部分 聽說習近平在八月底的時候 召開一個閉門的會議 不對外公開 他支持一線的城市就北上廣深 這城市的話 在房地產的購買的限制 把它放鬆 廣州第一個已經響應了 廣州放寬了限價的政策 所以聽說現在部分新的區域 一跌以前就那個價格不能亂漲亂跌 現在一口氣跌兩成 跌兩成 那習近平聽說習近平的改變 改變他的看法的時候 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 房地產占中國人的GDP太大 30% 我告訴你 全世界沒有人占到30% 房地產占GDP大比重 第二個地方政府的稅收 40%50%來自於賣地 第三個他就業影響非常大 那今天大陸的房地產都標起來 是後面那個消息 廣那個蘇州 蘇州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蘇州也放寬外地人的守置限制 就也可以來買就對了 對 本來 你要出去那個社保跟繳稅的紀錄 現在不用 所以他放寬很多人以後 房地產大家覺得 會不會是一個20大之前的 選舉行情 類似我們這個 我們的這種選舉行情的概念 再過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微妙的互動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上陣指數 上陣指數這個是9月 8月多的時候 到9月再下來一個低點 今天又回到了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 但是沒有破在3200點 沒有破8月那個低點 所以9月份有一個低點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微妙 我們剛才講過 房地產佔中國GDP 30 然後房地產的一個先行指標 就是你房地產要復工的話 你要建立鐵礦砂的部位 鐵礦砂了以後 再去生產鋼鐵 中國的鋼鐵60%的終端 都是用到了房地產這個部分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大概用在可能汽車 什麼這些公共工程 他不是 你看一下BDI指數最敏感 BDI指數從8月開始下跌 就是跌到9月有一個低點 這一段下跌 但是現在居然回到了 8月的起跌點 就這個8月 起跌的位置回來了 所以從最低到昨天的收盤 BDI指數的話漲65% 那我們看一下海甲型的BCI更明顯 它8月的時候跌這一段 那現在也是回到8月的起跌點 從最低點上來漲了四倍 因為這種海甲型跌下來很快 上去很快 所以我們看這個圖 邏輯就知道 好 上升指數8月跌這一波 就是跌爛尾樓 所以BDI跟BCI都跌 但是現在9月中旬 已經強烈的反彈 就是暗示 也看出了一個方向 就是說它可能會有大的動作 來解決這個爛尾樓的情況 那股價最敏感 你看碧桂岩今天漲了快9% 負利地產這些都大漲 萬科這最明顯才最機優的 大漲了3% 但是今天的大陸股市是不好的 大盤是不好的 類股在調整 這一些股票 比如說這個我們說房地產 煤炭這些股票 這個是舊經濟的概念 那是大興土木的概念 對 舊時代經濟的概念 但新經濟比如說新能源 是今年A股的亮點 但是你只有一套基金 你現在來回頭做舊的 新的你就賣 這不代表說 可能在二十大之前 漲的都是會這些舊經濟的 那新經濟可能要有效果 對 因為有的也漲多了 還沒有七本面 不夠 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新經濟的代表 新能源的代表 就是寧德時代 那我們敲一下這個 大陸股市的寧德時代 今天跌的4%多 但是你看不出來 我們看K線就知道 光從你看 它跟BCI BDI就顛倒 BCI BDI那些是 9月初落底 然後現在漲 它是這個地方 8月底9月初的時候 它做頭575一路的下跌 所以光這一段 光這一段 它已經跌掉三成 我都還不算以前 600多塊人民幣 那個最高價 那個跌得更多 所以我要提醒我們的觀眾 因為新能源絕對是要看大陸 它大陸的這個應用的市場是最大的 所以台灣的這些電池 電動車儲能的股票 EPS不夠好的 又這個漲很多的 那你明天開始要小心了 但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就是說貼近我們旁邊 最近最強的大概就是這兩個族群 一個是散裝 然後另外龍兩 今天甚至其實陸運 龍運是營收創歷史新高 今天就突然大到漲停 但是我們看一下為什麼中航 因為中航的海峽的比例 它所有的船舶都是海峽的 這個比例是比較高的 那今年EPS大概三塊左右 這個本益比還沒有很低 但是本益比真正最低的是 這個會洋KY今年應該15塊 這個本益比大概三倍到四倍 四位行的話 今年會到達6塊 這個本益比大概差不多5倍左右 所以真正有沒有行情的散裝輪 要看這兩檔 會洋跟四位行 對 那現在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還不是很急 我們看一個 其實它EPS最高 我們看2637的會洋KY 我覺得重點 連外資都擠齊不定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你叫人家說相信 有一大波行情 大家都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 可是你看BCI BDI 都噴成這樣子 但外資還是有一點點 你看它是所有散裝 漲最多的 它最近的低點是52.2 到今天的收盤 大概漲不到15% 對 但是BDI已經從最低點 漲65% 是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是要漲 但是你看外資 一天買一天買一買 外資也不太有保握 所以我說這個回頭 要看什麼東西 還是要看中國的房地產政策 假如蘇州這樣 連社保還有繳稅紀錄 都不用就可以買房 越多的城市跟進的話 要注意 那我告訴你 BCI BDI可能會暴漲 會暴漲這些股票 散裝輪 對 所以看中國的政策 這個就可以抓住 這些股票的方向 除了中國政策之外 還有剛才一開始蔡總講的 就習近平跟普丁兩個人會面 儘管說 這個習近平好像是有點肯定 俄羅斯這邊對於烏克蘭的態度 但是看起來 沃爾街的戰事 好像還是往比較好的方向來走 不然BDI BCI不會長成這樣 對 基本上有可能有災後重建 我們再看一下芝卡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是反映在明年 你說今年冬天 但是就要結束這個戰爭很難 但基本上我們看一下俄屋戰爭 這應該就是像這個散裝輪的 一個長期的利多 你看它需要台幣10兆 對 它光這個就有13萬棟的民載被毀掉 被炸爛了 對 總長兩萬五千公里的道路 必須要這個災後重建 對 所以我們看這個盡力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大陸的這個鋼鐵的庫存 太低了 所以應該會回補這些鐵礦石的存貨 所以基本上有機會 但最後也補充一下榮良 為什麼 像1708的這個東檢 我覺得東檢EPS 第三季的財報應該會非常好 會非常好 這個可能跟大家的認知有點不一樣 所以全年度今年的EPS 應該會在六塊以上 所以股價現在是有點低估 但是現階段它依舊受制的這個大盤的因素 還是卡在這個一個區間 對 所以這個區間要帶量突破了以後 才真正有行情 那這個就是還要看這樣 俄物戰爭的一個變化 好 感謝蔡總 今天針對這個最新俄物戰爭的 這個戰事的發展 跟大陸目前在二十大之前 一些比較積極對舊房市的政策 所做的解讀 看到資金有做變化了 大陸的舊經濟概念股強 新人員股可能就要小心了 剛剛在夏總提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滿有趣 他講說慧揚 眼看BDI跟BCA長成這樣 外資態度舉起不定 外資在想什麼呢 我們看今天台北股市 好不容易回神 盤中一度大 漲白點 那尾盤是這個漲勢收斂 但外資部分依然對台北股市 相當的保守觀望 外資今天是賣58億元 但是有一個好現象是 生計轉弱台股難道有救了嗎 我想問一下創新歌 我們看一下外資今天 買賣超的最新變化 外資賣超Top10 都是這幾天還算蠻強的 包含了華新 今天調節了1.1萬張 然後還有陽明 那艾蒂亞最近很強勢的 這個做E-bike相關的概念股 今天也被調節了 當然還有生計股的中天 我想問一下外資今天 賣了一些他賺錢的股票 他在想什麼 那他會怎麼樣來做 換股的操作呢 我想其實外資是這樣 其實他是被動型的操作 也就在如果是 亞洲貨幣是貶值的狀況下 他一定是賣 所以台股也賣了幾天 A股也是賣 所以他現在是被動式的賣 所以漲多的我一定要賣 那重點是說 賣了之後有沒有人減 如果說賣了之後 都沒有撐盤的話 那相對的就比較有危險 所以我認為現在觀察的重點 其實反而不是看在說 外資在賣 其實他是被動式的賣 他不是說 我就是要把你台股賣下去 他就是一直在調節 不過我也觀察到 真的要特別留意 我們來看今天 外資調節的部分 都是漲多的 比如說像華新漲多的 漲得不錯 昨天開得不錯 低開走高 然後怎麼樣 今天就被賣下來 耀華也是 那華新跟耀華 其實我要跟大家強調 其實現在的台灣的這些 所謂的汽車的電子 這一波很強 大家就說現在只剩車電 但是我仍然也是告訴大家說 包含我們來觀察 今天在中國市場 包含太陽能 還有車電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些所謂的 科技類股都是跌 那這樣的話 其實這一波跌一段 台灣我覺得法人 搞不好還沒有反應到 就是說外資有賣 他是因為從整個亞洲的面向去賣 但是法人買回來 比如說你看藥法 我們來看2367的藥法 外資是賣對不對 那已經漲多了賣 那高檔震盪 外資賣對不對 來 下面看投信 其實法人其實就是怎麼樣 法人就是這個天氣來嘛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其實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相對的一個類股呢 只有一個重點 不要去追高 你回檔之後 如果投信在低檔你做加持 那也許投信就把你拉上去 那這個因為投信也要做作帳 所以我認為車電也許繼續走 那再走一段 那可能大家就要留意 不要去追高 可是反過來我們回到六風格 有一些要特別留意 營收很好就上不去了 比如說賤漢 一直什麼 外資開始賣對不對 可是已經開始了 彎頭往下 可是他的營收非常的棒啊 所以我認為呢 如果法人 譬如說投信沒有買 只有外資單邊在賣的話 這樣的一個調節的部分 你就要特別特別的留意喔 好 這近期 抗疊的廠長外資調節股呢 可能要留意 但是有一個現象 昌星哥幫大家來留意 看得到就是喔 昨天拉的生技股 今天都亮縮走跌 為什麼 那如果生技股亮縮走跌的話 反而對台北股是好事情嗎 所以同樣在台北股市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的資金量能潮沒有很多 所以一旦 當整個盤面比較弱勢的時候 資金全部衝往去做這個生技對不對 那如果生技很強的話 其實對於電子的反攻 就相對的不利 不過反過來說 如果生技股的流出的話 那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拉回買 比如說我們來看1795的美食 我可不可以拉回買啊 對不對 好 那1795的美食 其實最近非常強勢喔 可是你看喔 我要提醒大家一點喔 這裡的大量區跟包含這個 外資拱上去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做什麼 弱勢的格局喔 那一直都沒有辦法創高的狀況下 我認為大家只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現在在買生技股啦 就只有一個重點 你認為大牌會開始崩跌 那我就是在生技股 所以做避險嘛 那如果說美國生息之後 也許是利空出境 這個時候大盤活過來的時候 生技股就不會變成盤面重點了 這個時候生技你就不能去拉回買 反正應該逢高調節 所以我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美食是外資錢買很多的 我認為把它當作盤面的指標 一定要趕快去創高啦 那或者外資趕快買回來嘛 如果沒有的話 我認為對大盤有利 可是反而對於生技股來說 量能會持續的縮減 那錢跑到哪裡去呢 今天看比較強勢的就是說 所謂的光電族群 光電族群你看 昨天沒有量嘛 今天拉起來嘛對不對 所以整體來說 光電族群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友達跟所謂的群創 那這一類股呢 其實就有一個重點是怎麼樣 基本上我們第一段也提到了 它就是嘎空對不對 那嘎空的量能草 你就不要去看基本面 因為你看基本面一定買不下去 所以我認為光電族群呢 現在只有一個重點說 資金如果跑過去 有嘎空又有量能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怎麼 依著籌碼的一個角度來走 順次做 對 那今天外資買超第一名 也是什麼 也是面板嘛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個行情 就有機會來做延續 所以我們最後把各位分出來 有兩個 有強勢跟作主 申請量能退潮 跟光電股嘎空的指標 我先強調喔 量能退潮不見得是壞事 可是如果是量先駕行 不容易創高的話 有沒有 量能都是出現在高點的 你看 生計的量能都是出現在高點的 對不對 那中天也是嘛 剛剛上去後量能都是縮嘛 量縮之後 一定要快速的補量上攻 如果最近幾天 盤面如果大盤再下跌 生計的資金又進來 這樣的話 生計就維持高檔人氣不墜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一定要特別留意 逢高 我認為啦 就是把生計調節 佈局比較好的電子 比如說下面的電子幾個 包含利特 金彩科跟彩晶 局面來說我們來講金彩科 一樣嘛 今天這樣往上嘎 可是你看呢 法人有買 融券也是開始在放空 因為融券都覺得說 你們這裡就是起價嘛 對不對 就開始空 我們看一下金彩科 好 三五 三五的金彩科 那下面幫我放這個外資 一樣嘛 同樣的道理 其實法人是怎樣 他剛好相反嘛 我就 你想放空嘛 我就幫你嘎上去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相同的概念主義 現在是籌碼戰 資金的量能跟籌碼的堆疊 其實才是現在的重點 你反而你去看基本面的話 這邊會被趴來趴去 所以我認為呢 觀察生計資金跟大盤的變化 就是現在最好群股的標準 好了 昌星哥要從這個生計資金 量縮的觀察告訴大家說 可能對大盤未來是有好的事情發生 會幫我一樣比較好的方向 所代表說電子股有機會呢 人氣回囉 那麼電子股要買什麼呢 除了剛才看到今天亮針的這個 光電除群之外第三半導體 可能也是有機會喔 我們看一下第三代半導體的最新消息 就是這兩天的半導體展啦 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英說 能源效率是目前所有客戶最重要的要件 那就要做到能源效率靠的是什麼 就是第三代半導體 因此台日四強要來合工第三代半導體 那麼環球晶德州新廠 十一月要動土啦 我們昨天節目有講 徐秀蘭董事長說他看好 第三代半導體是快速成長的黑馬 我想問一下陳彥哥 劉德英董事長的訪問獎 他講說半導體產業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能源效率 那乍聽有點聽不太懂 意思就是說半導體能源效率 每兩年提升一倍 這當中的最關鍵就是 第三代半導體的加持 要第三代半導體才可以做到 能源效率 陳彥哥可以幫大家深入解釋一下嗎 其實很簡單的講法 能源效率什麼意思 我同樣一個晶片 我可以帶來這麼多的效能 但是我的功耗減半 就是我同樣可以達到 這麼效率的一個應用 可是我的耗電減少 所以你看他講說我的5奈米 你看我的功耗是28奈米的 7% 幫你省了多少電 83% 他有講我幫你省了83%的電 而且我每用一度電 就幫你省4度 很多人搞不懂 因為我用一度電 生產出的晶片 它大量的節省耗能 幫你省下4度電 等於是電向的省電 對 但很多人就不理解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 第三輪半導體 這裡面同樣都沒有講到 可是實際上 他早就已經在幫 異發半導體的車用半導體 在代工了對不對 還有包括愛爾蘭的 Novetas也是 他們都是第三輪半導體 所以回到剛才 我給各位看一個 今天為什麼第三輪半導體 相關的個股動起來了 因為實際上 劉等英這一句話 是行內的人聽得懂 能源效率 就是在講第三輪半導體 如果你不是透過第三輪半導體 他沒有講某個定律 他在講就是效率 效率效率 所以你看今天 第三輪半導體的股價 動起來了 當然你說這個部分 有沒有真的大量在運用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第三輪半導體的商機 為什麼很大 因為我們現在 不管你說太空衛星的 還是我們現在充電 快充 還要快充 還有包括車用 突然之間電壓一個大針 電流這麼大的情況下 很容易就超過100度 可是一旦超過100度 會發生什麼事 你看過去的 不是手機爆炸 影電爆炸 他們用的就是 第一代的半導體 就是第一代 所以你要應用 在這種極端的環境之下 能夠維持你的效能 效能提高 能耗還降低 就是靠第三輪半導體 所以為什麼它的鏟子 你看 太空的成長2.7倍 這個是用氮化甲 然後這個氮化甲 手機的應用40倍 氮化系的部分 5倍 就是因為它的商機 整個串起來了 所以剛才劉等英講 其實就是這一塊 好 那我們看到 國際的廠商 好像早就切入這一塊 那台灣有什麼機會 好 這個第一大廠 是這個Woxby 最近股價整個上 滿強制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講 我要投入10億美金 提升30倍 而且這一次的裁測出來 大家嚇一跳 比預期好 而且他說我還要上修 我之後的整個營收30% 所以花旗 摩根 史丹利 馬上調高他的目標價 這一調高目標價 他的股價也動起來 另外一個第二大 是日本的羅姆半導體 羅姆半導體 他也要投1500億日元 在SIC 就是我們講碳化系的部分 來提升六倍的產能 這個跟台廠有什麼關係 剛才不是一開始就講嗎 我們來打群架跟羅姆 羅姆進來 然後加台灣的誰 台達電 台達電 最大的電源供應器製造商 還有這一個是麗智 麗智是華碩其下一些事 它做什麼 電源管理IC 可是他不理解 你羅姆是做碳化系的 你為什麼要跟電的東西扯在一起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其實我只要能夠讓我的電 消耗的變少 這個效用就很好 所以其實台達電也好 其實這個力氣 創在一塊 他們已經大量應用了 第三代半導體的材料 這個部分已經在應用 而這當中非常關鍵的是誰 中美金 因為中美金 涉入到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 甚至第四代 他旗下的投資了環球金 現在也在申請什麼 第四代的專利 所以他也具備掌握了關鍵材料 所以我們台灣有沒有開始打群架 有 而且我們看一個股票 這個很好玩 這個崇越 對 今天表現算很強 大家就在那邊 半導體他就這個通路商 代理一些 這理解 可是他這一次在這個 半導體展的時候 他秀了一個第三代半導體的 一個技術的應用 你看他發表兩個 我看完這對字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應用 沒關係 沒關係 一個是低孔系律的附魔技術 還有一個是什麼 封裝 封裝它把移轉銅柱取代吸球 這兩件事情 可以提升基板 基板還有晶片上面的良率 等於是我讓我的第三代半導體 在穩定度上面 能夠更為提高 所以在應用是不是層面就更廣 記不記得之前 這個鴻海董事長劉德穎他就講 他說下一座護國神山會在哪裡 就是在第三代半導體 那鴻海 為什麼突然你去扯第三代半導體 大家別忘了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說車用的部分 它現在就是全新全意要去發展電動車 那一片六吋的可以用 可以生產多少 可以供應給多少車 我算了一下是八台車 因為它一吋是500顆 那一台車要60顆 那我今年估計大概產出多少輛電動車 1000萬全球 所以要125萬片 這個市場很大 所以之前他不是去買了那個望虹 望虹的爛廠 就是要來把它做 不要講爛廠 大家都說 對啦 大家都說你買了一個爛廠來幹嘛 現在懂了 因為你轉移到第三代半導體很快 還有盛興有沒有 它盛興材料 為什麼要盛興材料 它可以做四吋 六吋基板 現在它又要延伸到八吋基板 而這些就是鴻海的佈局 所以它眼光看得非常遠 那什麼樣的個股有潛力可以做投資 好 那當然第三代半導體 其實這些股票是很明確的 包含世界先進 傑敏 貿系 IET 台積電 台大電 佳金和 剛我們講台積電也有到第三代半導體 那基本上我大概稍微過濾了一下 就留下來的就是 稅後經濟有成長 營收期增率 就月增率 年增率 相對來講比較穩定或是有成長的 然後我照了本益筆 稍幫大家排序排了一下 當然這些我覺得都還OK 因為第三代半導體 是一個高成長的產業 所以它本益筆本來就相對高 50倍 我覺得都還OK 好 但我們講一個隱藏版 就是每次在講這個 這個 矽晶圓幹嘛 我們就提一下這個中美晶 你看 這個部分是投信的 長期一直持續在認養它 這個其實滿有趣的 我們去看一下 確實它的毛利率也好 營業率也好 甚至獲利的能力也好 相對來講都是強的 所以加上它有投資環球金 我們剛才講這個四強當中的一個 所以其實也可以特別來關注 我自己是特別喜歡 這個隱藏版的這一檔 中美晶 中美晶一樣是第三代半導體 的相關個股 投信買超很多 我們陳彥觀察到 包含了盈利率 毛利率 有往上EPS慢慢增加 如果說未來我們台灣 要組第三代半導體的國家隊 跟國外大廠一起拼搏的話 相關的類股可以來做 留意跟注意了 可是最近台北股市 大家都覺得好難做 因為非常的震盪 震盪盤怎麼自救呢 要價差操作 還是來做配對交易 比較安全呢 我們請教一下微良 好 那基本上呢 這個大家常講就是說要停損 然後呢 你才有資金太弱換強 但是大家 這個一定很清楚的概念 不過其實 我覺得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停損點的設立很重要 如果是大型股 一般來講大概是10%左右 小型股大概15%上下 比較合理啦 因為之前聽過一個投資朋友 設停損點大概就是3% 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停損 果然成為券商的VIP 因為常常在做交易 很受歡迎 當然其實我們講到 這個有時候 你如果真的碰到行情 是完全你覺得說 無法研判後來的走勢的話 無論如何你當下 可以先冷靜下來 減碼一半 其實持股就是來自於你的水位 如果太高的話 你的壓力無法控制的時候 常常就會在衝動之下 做了一些比較不理性的決策 所以減碼就能夠降低壓力 重點就在於 其實比較進階版的 我們自救的策略裡面 包含了價差操作 多空雙向跟配對交易 我們直接舉實例來看一下 沒錯 好想學 震盪盤的自救策略 什麼叫價差操作 就有些股票 老實說 自己心裡面也很清楚說 可能這個走勢已經不妙了 不論是說看技術面的格局 或是說看籌碼面的變化 我就預期還有低點 就算你覺得說 可是產業趨勢長期拉長來看 仍然是對的方向 你可以先逢高賣 將來低點再接回來 搞不好你原本上面出五張 下面跌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接回八張甚至十張了 而且你在做一個價差的過程當中 你的成本已經降低了 還是這個概念 你成本降低之後 你的壓力也減輕 我們其實打出這兩檔股票 可以簡單看一下 3491 森達克 我們敲出K線 這個題材應該不錯 有這個衛星通訊相關的 所以所有買的散戶應該都清楚 都是為了這個題材買的 沒錯 的確這個題材還是存在 公司也是在成長 可是你會發現到 它的一個慣性上面 有時候長起來就不乾不脆 它很容易留很多很多的上影線 你看它幾乎每一次 只要爆大量留上影線 這個地方也是 爆大量留上影線 它幾乎就是要回檔修正了 所以這種操作 你如果抓到這個慣性 但是這樣你譬如說 你可以利用它 如果跌破五日均線 這一條就是五日均線 你可以先出一趟 五日均線跌破 你就先出一趟 然後它如果來到 譬如說黏線附近 你就接回來 或者說在這個爆大量出 上影線的時候 你就先出一趟 如果你怕說萬一出它 又繼續漲 洗牌洗一洗 又創造怎麼辦 也可以搭配我們剛才所講的 先減碼一半 你保留操作彈性 逢拉回你再接 另外我們看到3035致圓 3035的致圓 這兩個股更妙了 我們下面放它投信 其實你就很清楚看 大家也清楚 致圓其實就是投信 一直以來的最愛之一 如果你覺得說 投信很會操作它 我看到投信買 所以我就跟 投信這裡轉賣了 賣得毫不留情 你就記得跟著跑 所以事實上你會發現 大概從7月份以來 致圓的格局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箱形 對 基本面的故事題材都還是在 但是就是說你會發現 投信它也是在這邊賣之後 它又買然後股價上去 所以就接近這個箱頂的時候 你就能夠調節 拉回的時候你再做低接 再來我們回到這個字卡上面 所謂的配對交易 我先舉個例子來說 就算一個同產業同族群 在現在這種量 不是很明顯放大的前提之下 常常也是各走各路 大家不要以為說 航運就一起漲一起跌 工業電腦一起漲一起跌 不一定 我們舉例來講 譬如說這是散裝航運股的 代表之一 育民 下面這個大概就是貨櫃航運 如果我們看育民在9月份的 漲幅是7% 萬海到目前9月份的跌幅是6% 所以配對交易就是 在同族群裡面 你買強的 空弱的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如果我是做多育民的話 9月份我賺7% 萬海我放空 跌了6% 我也是賺了6% 所以合計起來 這個配對交易組合 我可以賺13% 這種狀況還可以應用在 比如說很多投資朋友 已經手上套牢了長榮 然後因為要減資了 所以就被停止交易 可是你擔心停止交易這段時間 萬一貨櫃航運又有利空消息 像我們現在看運價還在跌 那怎麼辦呢 你其實要自救的方法就是 我拿另外一筆資金 我去放空 貨櫃航運裡面最弱的萬海 因為萬海的業績 大家如果去查一下 它是掉得最快 而且籌碼的結構也是最弱的 所以你就是說 我長榮已經有了 我就去空最弱的萬海 這段時間避免就是說 如果整個貨櫃持續往下的時候 我的空單至少能夠保護 甚至帶來額外的收益 再來我們看 工業電腦這個配對交易裡面 其實就現行就業績 現行強的做多 現行比較弱的做空 對 你可以看到 利端的業績往上投信買 但是非捷的業績沒有繼續往上 而且它是破線的 所以如果你配對交易 做多利端 做空非捷的話 其實在九月份到目前為止 可以淨賺24% 最後我們看一個 這個也是在講說 ABF也可以配對 比如說我已經被套牢了 我已經被套牢怎麼辦 那我跟大家講 ABF三雄裡面 誰的產能最大 誰的競爭力最強 其實還是星星 所以如果景氣有疑慮的時候 其實最強的 還是會比較抗跌一些 假設我已經被套牢 在星星的這個持股當中了 好 九月份它的確是跌了11% 怎麼辦 我就去空 最被高估的 因為畢竟南電 它的本益比是最高的 所以景氣有疑慮的時候 它修正壓力會比較重 好 南電我放空 它也跌 所以這邊的空單 我可以賺16% 這邊的多單我賠了11% 可是我近賺還是可以 至少打平 小賺一點 所以其實當行情震盪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不要說站在原地像小白兔 愣住了不敢動 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配對 不論是減碼 或者說透過這種 多空雙向的操作 好 感謝威良 剛才教到這個配對交易 我覺得是很多 對於股市操作 比較有把握的一些高手 可以做參考的一些操作的方法 可是多數的股市小白 可能都跟明君一樣 買了股票就跟小白兔 在那邊不敢動 那這時候可能純股會比較適合你嗎 來聊一聊 今天台積電除息了 在這個昨天除息前 有好多的小資族卡位 只要你的零股交易量 爆量來到了120多萬股 今天也不錯 有80幾萬股 今天除息大家在卡位 就是有機會填息 好 加載不負重 台積電花了2小時25分 喵喵的填息 但也算一日填息 好 第九度除息當天就填息了 那利多來自於什麼呢 大家看好iPhone14熱賣 聽說iPhone15預定蘋果A17處理器 要用台積電的技術 除了台積電之外 大家都在做抉擇 我要你要買台積電零股好 還是說存ETF 因為9月份有好多的ETF 又要變便宜啦 9月19號多檔的ETF除息秀 有一檔年化配期率超過7% 我找年化配期率越高的買 越安全嗎 那可不一定 我想問一下朱老師 存股現在是險學 今年怎麼存 可能勝率會比較高 好 我們先看今天台積電 填息的事情 好 今天台積電最後收盤 賺還是跌 是跌 所以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昨天買 今天你要盤中你有賣掉 才有所謂的填息 如果你昨天買了沒有賣 今天放到收盤 抱歉 你是貼息 你不是貼息 這是很大的問題 更不要說昨天 我們把時間拉長看 從2020年以底到現在 你買台積電的人 大概就只有在台積電433 前後大概就是6月底 7月中 你只有在那段時間 買台積電的人 你才有賺錢 所以回到一個現實問題 你買台積電的目的是什麼 你只是為了配息嗎 如果再看配息率 抱歉 台積電的配息率多少 才2%多而已 大概以昨天的手盤價來看 大概差2.3%而已 你要配息的人 你會在意那2.3% 你會想要只買配息率2.3% 所以存股的不要存這種 基本上不會 你要買台積電 我相信大部分是想要賺資本利得 所以而且你用自己 單壓台積電 不管你買零股也好 還是買整張的也好 台積電算對還是400多塊 還是高價 如果對小資主來說 我會覺得你還不如去買基金買ETF 至少怎麼樣分散風險 可是如果買台積電 含機量很高的ETF 可能也不妙 我們看一下現在到日卡 台積電今年以來 股價從600多塊 跌到433一度最低 那我們看一下含機量高的ETF 今年以來表現 也不是很好 當中是很多當紅炸子機 因為你就代比一個數字 台積電到今年為止 是跌24.48% 所以你跟這些含機量高的去比 是不是 你含機量越高的 基本上績效就越差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底含機量高 還是含機量低會比較好 10一時比10 如果在去年以前 你可覺得台積電含機量高 當然ETF或基金好 可是問題就在告訴你 從去年以來有客氣股 有台積電的基本上績效就是不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你說好 台積電未來會不會好 從去年到現在台積電利多 多少 就剛剛明君是不是又講了很多利多 可是問題大環境就在告訴你 現在景氣不好 很多消費性電子產品都在萎縮 所以即便台積電技術領先 即便蘋果要繼續用它 可是大環境就在告訴你 就是會把你拖累 難怪最近是高股息的ETF 比較受到青睞 對 因為高股息基本上它懸股 如果就算是電磁股 它也會選比較穩健的 更何況高股息股 大部分都會放傳產 因為科技股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到如果我們今天把 即將要配息的這些ETF 你列出來看 這個配息率很漂亮 我們剛剛說台積電配息率多少 才2.3%而已 你看下禮拜要準備配息的這些ETF 不管什麼類型 有沒有看到基本上 隨便一檔配息率都比台積電高 如果你今天真的喜歡配息率的人 你還會去買台積電嗎 我相信應該不會 可是回到一個問題 你說這個配息率有些動輒6% 7% 看起來好好賺 尤其是今年股市這麼差 可是你要回到一個問題 配息率不是報酬率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拿到股息 可是你的禁止你能夠不在意嗎 不可能 所以我幫大家整理 就以下禮拜準備要配息的這些個股 不是個股 1.5% 今年以來的績效來 我們要看績效了 對 所以你看整整兩招 我們先看到這個頁面 你有沒有看到 就只有一檔是漲的 剛才這檔00713 好像是配息率最高的 沒錯 問題是你看它今年 還是賠6%多 那不要說它配息率7% 然後我這裡賠6% 這樣算起來我再談 錯 很抱歉我給你的是 含息總報酬 所以也就是說你拿了息以後 你還是賠錢 只是賠少一點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些配息率這麼高 可是這一個頁面你看到是不是 基本上都是疊兩位數 下一頁再給它看到 是不是基本上也是一樣 只有最下面的這一檔是正報酬 美國公正ADF 對 問題是這種 你說有正報酬的 你會喜歡嗎 這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要怎麼去買 回到第一件事情 你的風險屬性 因為你看到現在能夠比較 穩定不跌的 能夠比較高配息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你都是那些比較偏傳產 甚至像這些都基本上都是債券 那你喜歡嗎 你先問你自己這件事情 好 當然對更多的投資人來說 他在意的還是什麼 總報酬 如果你在意總報酬 你更不應該只看ETF的配息率 你應該怎麼樣 所有基金大家一起來比一比 也就是說我們把一般的主動式基金 跟ETF ETF本來就是一種基金 你為什麼沒有放在一起比 所以來 我就幫他做一個整理 結算到昨天 今年以來我不管你是哪一種 主動式還是ETF 今年以來跟台股有關的 大家看到今年以來報酬率 有沒有看到 能夠正報酬的就只有兩檔 可是真不好意思 是因為他上市時間太短了 他之前人家在大跌 他沒有遇到 所以他還有正報酬 所以這沒算 但是要給大家看到的是 這前十檔有沒有看到 有幾檔的這個紫色的字是什麼 是ETF的部分 有六檔 所以看起來好像今年ETF不錯 因為主動式基金只有四檔 好 可是我如果把時間拉長到一年 你再來看 一樣的情況 還是有六檔ETF是在前十名 可是這時候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了 現在的六檔跟剛剛 今年以來的六檔 其實只有兩檔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看到富華富時 台灣高股息跟國泰 台灣低波動股力 這兩檔是重複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到 就是這種高股息低波動的 在這種不好的市場裡面 才可以勝出 可是你看到從 今年看到一年以來 不過才差幾個月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 績效就整個大班瘋了 再特別注意到 下面開始出現的主動式基金 而且是老牌的主動式基金 像大家看到的統一奔騰 統一黑馬 好 所以如果我們再把時間 拉長到三年 更不一樣 只剩下一檔ETF 而且出現的主動式基金 基本上如果對基金熟的 你就會發現 都是大家耳熟能想的 老牌的台股基金 而且大家特別看到 三年的績效有沒有很漂亮 有 都這麼好愁 只有這樣講 大家沒有概念 我們給大家台股 一樣是三年 過去三年台股是漲51% 你對比這些基金的績效 都是89升到100多% 對 如果你再比 大家最喜歡的0050 過去三年是49.8% 比大盤還低一點點 還有老牌的0056台灣高股息 更慘 只有21%多 所以這就在告訴大家 我們要去選標的 你要從總報酬去看 而且利用現在市場低的時候 你去買這些長期績效 勝出的基金 其實更有機會 好 周老師說的 要買基金買ETF 要觀察幾個指標 不要只看配息率 長期的績效是正報酬 拉回的時候 跟大盤崩跌的時候買 才是比較有這個 拉大獲利空間的機會 那講到押回來買股的 這個操作哲學 我想請問一下蔡總 今天好多的股票 這個像包含的車用的 或者是說個IP股 都是漲多拉回 漲多拉回到底是要買還是賣 怎麼從不同的個股 找到不同的方向 要小心 因為下禮拜聯準會 應該至少升三碼 華爾街有一個名言 永遠不要跟利率背道而馳 什麼意思 現在美國的Fundray 聯邦基金利率是2.5 所以下個禮拜就3.25了 然後今年年底可能就4%了 4%的時候做股票合理的本益比 本益比就是利率的倒數 所以4%的倒數就25倍 25倍 所以你現在除非你非常有保握 這個供息是業績好到不得了 一直的成長 25我記在腦子裡了 你只要股票像這種漲多 本益比 你自己算一下 本益比25倍以上的 你要小心 你最好現在先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25倍 胡蓮 還有像銅智 這個上半年EPS超過3塊 但是以現在170 80塊 本益比25倍 威盛就不用講 那貴 像威盛為什麼這一波漲 是說明年要賺3塊 對 但是今年還是虧 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講 何一則就不用講 愛地亞上半年只有0.55 今年大概1塊出頭 去多少1.5倍 所以這些股票的估值 都已經偏高 本益比25倍以上 你趁下禮拜四要 結束會議之前 你開始要注意 然後我補充 現在就顛倒前往低估值 兩個 第一個是低股價淨值比 你說友達情創那我EPS 但我看你股價淨值比很低 打一個209的友達 你看資金在調整 你一結束會議前幾天 就開始調整 不然怎麼會這樣 高本益比的在修正 股價淨值比低的 還是有機會漲 低估值就兩個 一個就是低股價淨值比 像這一個 對 另外一個低本益比 比如那個微星 滑情 你要不要 技嘉2376 講技嘉 技球今天大漲 技嘉再怎麼算 今年都算10塊 本益比不到10倍 對 滑情3515的滑情 對不對 3515 他今年也應該11 2塊 所以現在本益比也10倍 所以這個資金板塊 大家都 下禮拜有大事 我們開始調整到低估值 那高估值就要給你賣掉 我手上本益比高的 真的要小心 下週如果又反彈說 蔡總建議 本益比高的先跑為妙 4個是 什麼事 時機板 都選擇了